因為我出開提煩的路 在前幾天是正式來訪車 未來就像剩一小段 建設完成後 第二檔位中華在這裡 交往長賓和台六十一山快速到路 但是在這條路上不斷平海路 等級以來是一直都沒有路上 僅僅發生交通意外 既然是希望上官黨未到三天 儘速來處理這個問題 起慢一點起慢一點太危險了 前面有坑洞讓開一下暗蒙蒙看不見 奇怪路路那麼長怎麼都沒有路上 直到晚上六十一山路是整條暗色色 不管是開車下才是騎機車 都感覺非常危險 更不用說沒有車上的鐵枚是更危險 你看你看車這麼多 暗蒙蒙啊暗蒙啊 這條旁邊海路是連接台十七山到六十一快速道路的一條重要道路 自開通到現在已經很久了 但是一直沒有設立路上 讓附近的機民和經過的家室 是感覺非常困難 這條路如果是到晚上的時候 它就是都幾片黑馬馬 那就是都沒有交通 車上又非常多 車上又非常多 它就像行車 就造成一些視角的問題 車流量太多太多了 最小的一看 整條路大概有四十米看 但是客人沒有分隔道也沒有機車道 機車和天北只能騎在車道上面 在沒有路上的掌控之下 實在是素人歡樂 這條是四十米的道路 但是它都沒有分隔道 也沒有路上 整個晚上是這樣 暗蒙蒙 行車是非常非常不安全 希望相關單位可以做到基本的設施 包括它的分隔道 還是它的路上 讓我們人民行車 可以在這條更好的保障 李宿長表示 這條路因為大條 車速破片都很快 加上車流量更大 在沒有路上的整空之下 是發生不成的意外 希望相關單位可以盡力 來幫他們解決這個問題 新中華新聞創中青 六港 蔡鳳報德